那我們看一下地圖 我們現在要走這個編號 14的地方 山欄小徑 山欄小徑 就在前面 等一下 這邊這個指標 如果你從這個 它的路口處進來 哇要走差不多要 10到15分鐘 全長有 1780米 來回兩個小時 不過還好它這邊可以接 接回去 所以這樣是順路的 那我們繼續吧 山欄小徑其實就是像這樣步道 目前是前面 大概100米的路徑 不會太難走 可能就是要穿登山靴 或是野 那個路跑的 鞋子 因為這石頭 石頭小徑 它是說 剛才看地圖是說來回要兩個小時 但是我們是單趟 單趟應該一個小時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先繼續 有 連珠洗耶 讚嘆的山木 這些都是山木 這邊有一個窟窿小心喔 這邊也有蜜蜂 走路都會聽到蜜蜂在耳朵旁邊嗡嗡叫 這是什麼花 這是什麼花 你看這個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像 這個 這個 在野外求生 這是可以吃的 嗯 這好像松 松果的種子 種子 好 我上次有提到 這個上次有拍那個 农村老爺民宿 就南投 吉吉那邊 入谷 那它的那個地板啊 還有一些床 有些也是用那個 台灣的山木來做 你看這個山木 台灣山木其實 的木材的這個 非常堅硬 牢固 我剛才走路看到 地上很多這個 它的樹根喔 我真的是非常的 扎實啊 台灣山木也是算是 應該算僅次於檜木 台灣 Kinoki 檜木的高 高品質的 的木材 而且也比較 價格也比較便宜 好 檜木現在很少 而且比較昂貴 它這個文銀非常多 好 繼續往上 看一下 山南小徑出口 一千五百米 好繼續往上走 這是上坡了 天南林 天南林 不經過人為助長 自然生長的 它功能呢 調節地利 穩定地體 含氧水源 這是很漂亮的地方 好 OK 繼續 這全城都是類似這樣的 小徑 路小小條的 要注意 可能晚上或是雨天 就不適合 害怕 走啊有啊 夜沿 夜沿 它海拔大概 八百多公尺 八百多公尺 哇 我們現在來到 山南小徑 距離出口還有八百三十米 那其實這個整城的路徑 雖然說 路徑比較 原深 但是其實也不會太危險 啊 指標也都很清楚 下山出口 下山出口 它可以去喝個咖啡 很棒 鋸走 走到這邊 已經距離 距離 海拔大概 七百多公尺 應該也是快 快下山了 原則上 這邊的 路況 我覺得呢 呃 好 那我們可以快 看到快下山了 這裡 OK 惠村農場 這個山南小徑 好像大概 它 來回兩小時 我是覺得 它的路面 路面比較 嗯 石頭啊 木根 樹的根比較多 對於這個 腳踝啊 膝蓋到還好 反正是腳踝比較容易痠痛 如果你腳踝有傷 或是說腳踝比較不好 來走這一段路 可能比較辛苦 那它難度比起來 我覺得像 觀音山的陰漢 你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它的坡度啊 跟所謂的全程 運動量比較夠 那這邊是比較適合 全家 健行的一個路線 啊 那就是 路徑比較窄 然後這是石頭 可以看一下 在地面 那像 過去腳踝有傷 所以說 走這一段路腳踝 浮世感會比較濃 那 很推薦大家來惠村農場 那費用大概多少 那路場一個人承認大概是 呃 兩百元 停車費 一台車是一百元 所以基本上 我就覺得蠻值得 值回票價 那這裡也有咖啡 我之前有在那個關渡藝術大學 台北還是台灣 台灣藝術大學 它裡面有一個 會樹農場的 合作的咖啡廳 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 就是這個 會樹農場 山南小徑 的這個部分 就介紹這邊 快下山了 那等一下我就喝個咖啡 替各位師兄姊姊品嘗一下 這個 台灣的咖啡樹 種出來的咖啡豆 是什麼味道 OK 大家見 那這裡有一個 台灣的這個 原生 種的松科植物 有講的 台灣的二葉松 跟五葉松 二葉松 它的 種子 是 像球狀稻生 軟圓形的 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是五葉松 五葉松 它就有 夜半有打開 是直立的 所以這是 二葉松跟五葉松的差別 種子都巨翅 像這個翅膀 剛才看到的 所以我們剛才 我剛才影片中看到 應該就是這個二葉松的部分 好 所以來看一下 二葉松的種子 五葉松的 OK 我們繼續 因為我這個是廣角鏡 大家可以看到 這竹子多大 你可以看到 這個竹子 第一次看到 那麼大的竹子 你看一下 這應該有四五層樓高的竹子 來到秘境不思議頻道 這是廖柯總的節目 大家來看一下 剛才講的那個竹子 這邊 你看 跟樹幹一樣出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聽聽看的聲音 你看 真的非常大的竹子 好 好 到這邊 小溪 那這邊一提 我個人蠻推薦 這個 ROA登山靴 你試看看它的防水效果 你看看 非常的不錯 那我左腳這一隻呢 之前騎檔車 那個它的那個不知不迫比 我們看它效果好不好 看一下 它破損的地方 防水的效果 可能就比較不好 其他的 很棒 所以這邊 這邊比較脆弱一點 OK 好 各位 這是惠孫農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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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 谢谢观看